所以從當選以來600天沒有一天放假 每三天處理一個質詢預算或是提案的立委職權 一天處理五件的民眾陳情 我想這樣子的成績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 台灣能夠做到這樣子的立委並不多 而且大部分是你看我們是唯一一個小黨的區域立委 小黨他某種程度在政治光譜上 他是要處理什麼 處理比較激進的 比較進步的 甚至不好意思講叫比較極端的議題 但我又有51%的選票 所以我有的時候我都說 我做夢的時候都在3%到51%裡面折返跑 就我這邊的也要顧 我廣大的選民也要顧 我的工作難度事實上是會相對比較高一點 但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叫苦連天 但你不能用不實的東西來抹 因為越抹你會越發現 我們其實是真的已經吞了很多的政治髒水 我會先去幫助你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太好了 我會選擇 好 我會選擇 你 我會選擇 你 我會選擇